10年的手艺人被机器淘汰到没有饭吃 这就是我们行业内目前一些预雕人的现状 像这个里面在雕的就是一个观音 你看它半身已经雕出来了 基本上你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大概形状 机雕最擅长的就是做这样的料子了 像这样的料子机器就可以去扫描它的厚度 然后根据它的厚度有规律的往下面去雕 通过我们的电脑3D排版 然后把它的图样画出来调整以后 再把它放到这个机器上面 像这些就是机雕完以后的效果 需要手工再去修课一下 但是机雕也只能雕这种比较规整 平整的这种牌子形状的 像这种三尖八角的料子就很难做到了 机器是无法去判断它这个料子的高低位 里面的裂痕 只有有水平有经验的师傅 才能够处理好这样的料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导致了那些学艺不经的师傅 至今就没法生存 就像现在工厂里面很多简单重复的工作 被机器所代替 只留下了一些高级技术员 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只是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 那么我们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所以为了不被抛弃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